主耶稣說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約項福音十章十節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分享他的經歷說 我跑到上氣都不接下氣了 去趕最後那班車 因為差點錯過了 所以一到車站就快快坐上車 等到我坐定了 車都開完的時候 我才發現車上只有我和司機 使得我懷疑究竟我有沒有想坐車呢 幸好我問了司機知道答對 不過又令我開始想一個 我平時很少去思考的問題 就是我這一輩子很努力去趕一班 自己以為是對的人生列車 但是如果我沒有先前去看清楚 這班車的終點站在哪裡 其實很危險的 這位朋友的分享 使得我想到我們大部分的人都在這裡 趕著自己以為是對的人生目標 在那裡跑到上氣都不接下氣 有誰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究竟有沒有上錯人生列車的呢? 會不會到最後才發現想錯了 那不是很大件事? 在新日聖經約翰福音十章十節裡面就寫著 主耶穌說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從主耶穌裡面的話 我們知道主耶穌在天上來到地上的目的 就是要帶領我們坐上這輛風盛人生的列車 而且他是這輛列車的司機兼為導遊 他隨時都會接受我們的詢問 我們坐在那裡又安全又有趣 有一位屬靈人士說得很對的 他說 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枯燥無味的旅程 而是令人興奮的探險歷程 我完全同意這一個說法 在我還未將我的人生交給主耶穌基督之前 我已經很努力在做人做事方面 但是最前途都沒有肯定的把握 有時還會把持不定 當我將自己交給主之後 我有說不出來的平安和滿足 因為我已經上了風盛人生的列車 我知道會去哪裡 而且一定會到達目的地 親愛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正在坐著什麼類型的列車? 最好盡快搞清楚! 很多人說到我們還是要想啊 非常抱怨 在張臺灣的那裡 都會躲在這個位置 擁有甚麼事 我們在床面 那不是 哪不 總是 我 是 眾嗎 是 感谢观看